上回说说到同林 把这麒麟山的楼楼兵给打了 展老英雄这么一看的心说 可不能得罪他们呀 我离这山住得这么近 你们银几个打完了没事走了 我可怎么办呢 展大王迈步 打算过去拦 西方侠鱼城鱼洞海看见了 用手一摆 展老英雄别动 你呀就看个热闹吧 弄得展大王也不敢迈步往前走了 海川在这一瞧 这个小头目手里滴的马棒晃红悠悠就过来了 海川一笑 怎么 你想动手吗 哈 千老敢 你敢打我手下的弟兄 这叫太岁头上冻土 老虎嘴边拔毛 你呀 你今天是找死啊 啊 天堂有路 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头 你接我的马棒 我说 他往上蹦起来就给海川一棒 海川连动都不动 一伸手叼他的腕子 顺手牵羊往前一拉 左手同时上去啪一切他的脖子 扁击一下 这孙处把马棒扔了 扁击一下就来个大马帕 来个狗吃屎 海川左脚一蹬他的肩膀 还横吗 没横 压根也没横 压根也没横 没横你刚才干嘛来了 瞧你怯劳敢 不服气 我怯劳敢你就不服气 现在你怎么办 我这给你打扫 把我按在这怎么办呢 海川心说我想要你的命 一如反掌 不过我跟你无冤无仇 可是我要饶了你 你也不知道我同龄的厉害 就冲你这魔影 冲你这嘴 平常你也不干好事 得了 海川心说我教训教训你 海川望下一猫腰 左手的大拇指跟食指 一掐在他耳头 望下一拽 踩 愣把孙处的耳头给扯下一个 踏的血就流下来了 踏的胆子 海川气得一抬腿 滚 这孙处真听话滚出十几步去 他望起一站 抓了一把土 往自己伤口这一搓 你这个轻手赶紧等着 大家伙再一看呢 他虽然嘴里嚷 嘴唇都轻了 连色也白了 汗也下来了 海川望前一埋步 可把这孙处吓坏了 不敢说了 啥腿 往回就跑 这些兵跟着也往回跑 跑回去几十步了 他站住了 哈 你等着 他带着兵 就进山了 展大望迈步就过来了 铜侠客呀 你可给我惹了祸了 他们可是山上的山带 哎呀 老英雄您尽管放心 啊 真快啊 就在这一工夫 山上的铜锣响了 老少英雄侠贱跟王爷 顺声音观桥 山带中二龙出水市 厌别赤排开 一边一百个兵 足迹浩坎打着国腿 眷怕缠头 每人怀抱一口都非常的整齐 这孙处啊 捂着耳头在旁边一站 当中间一位山带了 这位寨主 八尺向开的身材 非常的魁梧 宽肩背后 穿着一身蓝 腰中沙着容绳 左肋下佩戴一口刀 搬尖大叶巴撒鞋 白布的袜子 头上眷怕缠头 黑乎乎的一张脸 黑中透亮 长得浓微阔目 鼻指口方大耳垂伦 青胡子茬 嘿 这位寨主也望着一站 一派英雄气概 海川王爷跟老少英雄 这么一看 这个山中的寨主 非常有气魄 而且脸上一团正气 寨主 一抱拳 请问 谁打了我手那些人呢 童林 向来是自己有事自己担 卖不忘钱一走 朋友 是我 这位寨主 这位寨主上下打量铜林 哦 是您打的 您知道 他是我麒麟山的头目吗 不错 他说了 我知道是你的头目 请问这位英雄 你为什么打他 因为他嘴不好 因为他待人没有礼貌 哦 这位寨主也点了点头 一回头 跟这孙楚说 孙楚啊 这可就不愿人家打你了 啊 刚才你那动手 楼楼兵回来禀报我 你对人家不礼貌 人家并没招你 没惹你 你为什么跟人不甘不敬的 跟人瞪眼呢 战主也 他怎么还没招我没招我 啊 他要咱们的墨鱼 人家要墨鱼 跟你说了吗 哎 没说 没说 你怎么知道人家要墨鱼呢 那那那门性感的 咱老英雄给带来的吧 咱老英雄说要了吗 我已然听楼楼兵禀报了 人家到这看看也不行吗 墨鱼既不是人家的也不是我的 为什么不许瞧啊 那那不是齐鱼上管的地盘吗 我告诉你 你原来在红毛太岁 你滚手下 啊 你在我手底下 不能用那一套 谁有能力 谁有能力谁得 我没让你管着别人 不许看那条墨鱼 哎 王爷跟老少英雄的假剑全都听见了 海川一听 这个山中的寨王非常讲理啊 朋友 请问你贵姓高明 这位英雄 我姓吴叫吴霸 人称 病类犀牛 哦 吴山主 请问你府上在什么地方 哎呦 我是陕西延安府的人士 你不在延安 你来到麒麟山干什么 累了 既然您问我 我就跟您说 我呀 是不孩的手艺 从小喜欢练武 身体也强大 人家给我取个外号 叫病类犀牛 跟您说 我水性特别好 听人传言 麒麟山喜宴池出了一条墨鱼 这会水的呀 要得到这条墨鱼 做了宝凯是刀枪不入 水火不伤 被这个 我又打架出来 买卖不干了 到这来的 原来这山大王 红毛太岁 你滚让我给打跑了 我就在这山上站着 这条墨鱼啊 这不是斩老英雄在这呢 我想要斩老英雄也想得 朋友 您是不是斩老英雄请来的呀 不错 我正是斩老英雄的兄弟 前来瞧瞧 这位英雄 别的我不说 您爱怎么瞧怎么瞧 可是您把我小头目 松厨给打了 我得讨教讨教您的本事 行啊 要是动手 咱们得把话说头了 嘿 得挂点彩头啊 你要赢了我怎么办 我要赢了你呢 行啊 你要把我给赢了 嘿嘿 当着那些朋友 我跪地下磕头拜你为师 好 咱们就一言为定了 刘尊在旁边一听 这回我又来个师弟 因为他知道师父同龄的本事 吴霸望前一赶步 左手一晃面门 闷心一掌 这掌就到了 手机眼快 铜力一瞧 这吴霸的能力还不错呀 可要跟自己比 当然就差得远了 海川上左脚望前一滑 伸右手 在胳膊底下一穿 拿这右手呢 去搭吴霸的右肩膀头 这吴霸呢 右手掌望前 同龄这右手 从打他的右手底下 穿过去 往他腋下穿 穿过去了 反过手来 拿四个手指头 一搭吴霸的肩颈穴 海川呢 他自己的胳膊 就把吴霸的胳膊 给支住了 支在这儿了 跟着同龄同海川 左脚不动上右部 拿着右脚反过来一踢 踢哪啊 踢吴霸 右腿的腿肚子 右手一晃 躺下吧 好家伙 扑通一声 吴霸当时仰面朝天 就躺在地上了 海川望后一撤步 朋友 起来吧 这吴霸还真听话 撑着一下蹦起来了 两只手一扎耍 连耍都变了 嘿嘿 吴霸心说我没瞧得起 这人 这老敢 貌不压重 义不惊人 三十多岁 嘿 没想到他有这么好的本事 海川冲着一笑 朋友 服不服啊 不服 咱们可以再来 哎 服了服了 既然服了 你刚才跟我是这么说的 哎 您放心 我记着呢 师父在上 弟子有礼 嘿 大家伙全都赞成啊 这五霸真是好样的 说到哪 就坐到哪 走到海川面前 跪地就磕头啊 同龄呢 天生来的就喜欢这种人 海川一伸手 把他掺起来了 算了吧 刚才的事情 咱们就不谈了 你呢 也不可能管我叫师父 我也不可能收你这个徒弟 这时候 展大旺 跟西方侠 渔城渔洞海拳过来了 展大旺一抱拳 吴宅如 知道我展大旺吗 哎呦 您是展老英雄啊 跟您说 我可不敢小瞧您 不过 您想得这墨鱼 我也想得这墨鱼 对 现在 你败了 你趴地磕头叫师父 我告诉你 你这师父 你可败着了 哎 展老英雄 您这是什么意思 告诉你 你败着这位师父 他奉师命下山 要行一家武术 在北高峰上现一贺号 镇八方紫面昆仑侠 同林同侠可爷呀 你直不直 哎呦 吴宝已经乐坏了 好好好 吴宝心说 谁不知道啊 同林同海川 北高峰现一贺号 镇八方紫面昆仑侠 我有这么一位师父 哎呦 打着灯了 没点找去呀 太好了 太好了 师父 说什么 您得收我 我爸扑通一下 又跪下了 展大网就跟同林说 同侠客 你就把这位吴宅主收下吧 说话 咱们就要算话 吴宅主 你起来吧 我起来 师父 您收不收 同林就乐 吴宝站起来之后 展大网用手一指 雍亲王印针 吴宅主 这位是当今康熙老佛爷的四皇子 雍亲王爷 啊 王爷 这王八赶紧跪地又磕头 王八用手相掺 吴宝呀 你师父的门户里头 有一条戒律 是不准异传于匪呀 今天是初次跟你见面呢 你这个人 口快心直 一看 就是个正派人 我呀 就劝海川 收你 啊 多一个弟子 多一份力量 将来 你师父 创立自己的门户 在武林之中 能有立足之地 缺了徒弟 也是不行 哎呀 王爷 您说的太对了 跟您说 我无法 可不是废人的 我是安分守己 做买卖的 哎 听说有这么条墨鱼 我又会水 所以呢 我就想 得这墨鱼做宝铠 别的心 我可什么都没有 我也不打架 我也不结社 当初这麒麟山的债主 他可是打架结社的坏人呢 我把这打跑了 三年 您不信 您挨着个打听 我带着这些兵丁 在山上开墾荒地 我们自个儿种粮食 自个儿种菜 不抢 不为非作胆呀 我就为这条墨鱼 不过每次展老英雄来呀 我都怕他跟我争啊 就怕他把墨鱼得走 别的事没有 师父 师父 千岁 你们全都放心 我呢 跪地磕完头 拜完诗 我还回阎安府 做我的买买去 王爷也乐了 好吧 既然这么说 现在你可不能走 你师父还有事 我问你 你山里头很安全吗 山里头安全呢 王爷 恩师 众位师伯 展老英雄 带着你们的弟兄们 进山坐着吧 好吧 王爷点了点头 吴爸呀 那个孙楚受了伤了 你给他点银子 让他自己买点药 找个先生看看 花钱养伤 孙楚在旁边一听 心说我也不要钱了 我这耳朵都过来了 哎 到了 既然王爷跟各位侠客爷 跟债主爷都成一家子了 我呀 掉个耳朵 还轻声呢 蹦起来 少点分量更灵便 海川更是个明白人 上前抱拳十里 孙头目 我同林 对不起您 吴爸过来了 师父算了吧 让他少赢耳朵 少赢耳朵吧 谁让他招事的 大家伙 陪着王爷往山里走 这座麒麟山虽然不大 却收拾得干干净净 众位老少英雄侠贱 陪着王爷进了头盗寨门 二道寨门 三道寨门 哼 王爷瞧了瞧五把 心说 他可真没说瞎话呀 就在这三道寨门里边 一层一层的梯田 种得庄稼绿油油的 一行行的果木树林 诶 苹果大烟里全有 这座山的楼楼兵 真是不靠节道吃饭 行 不能一传于匪 这五把还真不是匪 同林收这徒弟算收对了 就这样 大家 簇拥着王爷 来到了分金巨大厅 拢了兵 马上 给打洗脸水 漱口水 一人几个陪着王爷 洗脸漱口 然后落座吃茶 喝了几杯茶了 展大望一抱拳 王爷 众伟各个兄弟 您看 我想得这条墨鱼 老贤侄吴爸呢 也想得这条墨鱼 可是 我估计 吴爸也没想出办法来 能把这墨鱼致死 他要想出办法来 这墨鱼 早就归了他了 那么我呢 也没想出办法来 用什么法子 能把这墨鱼弄到手 即便是弄到手 还得想办法呀 得用药炮制 然后请高人制作 说上容易 可真做起来就难了 即便我展大望 得了这张鱼皮 我能不能把他 制成鱼皮宝铠 这还很难说呀 老贤侄啊 你呢 吴爸也乐了 展老英雄 王爷 我也是没办法 怎么办 您问问众位老少 英雄狭贱 谁要是有办法 把这墨鱼捉上来 能把这墨鱼致死 谁就得这条墨鱼 怎么样 展老英雄点了点头 行 我同意 我是没这本事 既然老贤之 吴爸也不行 那咱们就按吴爸说的 王爷 您看行不行啊 嗯 王爷看了看渔城 又看了看镇东侠 其实呢 西方侠渔城 镇东侠 侯镇远 这两位老侠见 久走江湖 有办法能 治死这条墨鱼 可这老哥俩 能干这事吗 老哥俩 望侠一低头 眼睛望侠一搭了 不搭这茬 王爷心中明白 咱们吧 在座的老少英雄 你们谁有办法 就想想啊 谁要能把这墨鱼致死 这鱼皮就归谁 嘿 大家伙 你瞧瞧我 我瞧去 你心说谁有造化呀 那么到底 谁能出主意 致死墨鱼 能得这张墨鱼皮 下回再说 咱们吧